先讲如何在微软的官网下载纯净版的Windows 10安装包 我们先来到它官网 然后不要选上面的立即更新 我们看下面这里立即下载工具跟创建介质 然后先点击工具这里 下载完成我们运行这个工作 这里同意 我们创建介质 这里如果我们要更改语言和版本的话 我们把下面这个勾去掉 然后选择我们要的版本和语言 到这里点击下一步 这里你选Windows 10的话 后面它是根据激活码来确定是什么版本 这里选择是存在USB还是ISO文件 下一步 保存 然后等它下载 到这里完成 到这里完成 按摩